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在生活中有哪些事让你觉得不公平 让今天4月28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天主的无限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若望福音第三章第三十一至三十六节 那由上而来的超越一切 那出于下地的是属于下地 且讲论下地的事 那由上天而来的超越万有之上 他对所见所闻的予以作证 却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 那接受他见证的人 就证实天主是真实的 天主所派遣的 讲论天主的话 因为天主把圣神不限量地赏赐了他 父爱子 并把一切交在他手中 那信从此的便有永生 那不信从此的 不但不会见到生命 凡有天主的意怒 常在他身上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人对公平最敏感 兄弟姐妹间会在意父母陪伴的时间 玩具或零食是否一样 上班之后 我们在乎老板给的工作和待遇是否相符 比赛时 我们在乎 财判员判决是否公正 这是因为 人潜意识地认为 一切资源 包括爱 都是有限的 如果别人多拿了一点 自己必要少拿 别人投机取巧 占了优势 自己必定就吃亏了 然而 事实上 公平很难被定义 也许我认为公平的 其他人并不认同 是回忆 曾几何时 你也为了公不公平 与别人过不去 在今日的福音 我们听到 天主把圣神无限量地赏赐了他 父爱死 并把一切交在他手中 不同于人类 天主是没有限量的 他无限量地把圣神 及他的爱 亲注给他的爱子 同样的 天主对我们的爱 也措措有余 不怕不够 是反省 如果你真的相信 天主的圣神是无限的 你对他和对别人的态度 会有什么改变 今天福音说 那由上而来的 超越一切 那出于下地的 是属于下地 且讲论下地的事 如果我们相信 天主的圣神是无限的 而且天主就是愿意 把他注入在每一个人身上 那么 当我们看到别人 比自己更有圣神 才华 恩宠 德能等 我们不但不会妒忌 反而会被激励 去向天主祈求 同样的恩宠 也能毫无保留地 为别人祈求 他们需要的恩宠 这时 我们便学会超越下地 那斤斤计较 争风吃醋的行为 开始品尝 由上天来的安慰了 请品尝圣言 莫想天主 把圣神无限量地赏赐了你 就如他赐给耶稣一样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对他人充满计较时 省察自己是否忘记 天主能无限地 给你所需要的一切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耶稣 让我学习超越 自己狭隘的想法 品尝天主 无限量的幸福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 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相信 天主赐予的恩宠 是无限量的 我们明天再见 品尝尝尝尝尝尝尝不来